属于外来种的沙士变色系 十多年前就被发现入侵花莲了 主要是分布靠近花莲北部的七星潭四八高地 不过最近领馆处发现说有蔓延的趋势 现在不只是在四八高地了 连在花莲市、捷安乡、寿风乡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意 已经严重威胁到本土西域的棋息地 因此领馆处和银鸟学会合作 8月份要开办认识沙士变色系的课程 邀请民众从认识到捕捉 一起来加入侦查、除稀、保育生态的行列 一只只被关在宠物笼里 长得像是壁虎的爬行动物 它其实是来自中南美洲的外来种沙士变色系 在十多年前就被发现入侵花莲 主要分布是靠近在花莲北部的七星潭四八高地 但由于这种蜥蜴的繁殖能力很强 近年来领馆处也发现在花莲地区有蔓延的趋势 那目前呢我们监测到的就是在新城的康乐 然后甘城、七星潭 还有东华大学的园区里面数量是比较多的 监测的结果目前有扩散的部分 小规模的扩散就是七星潭的部分 沙士变色系有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夏儿有橘红色的皮折 趴在草地上小小一只 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其实属于外来种的沙士变色系已经严重影响到本土蜥蜴的气息环境 我们发现它吃一些蚂蚁啊 吃一些小型的昆虫 那这个跟原生的蜥蜴是有部分的重叠 所以我们推测它在 它在食物上面是跟本土的蜥蜴是有竞争的 那再来我们经过这十年的观察 我们发现它对于一些 小型的蜥蜴比如说 草稀 或者是 还没有长大的斯文豪是潘稀 他们有一些漆地上面的竞争 那最早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陷阱可以抓到大概两三只的草稀 就是比如说两三个礼拜可以抓到两三只的草稀 然后现在都是几乎都是都没有在抓到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到本土蜥蜴遭受到的威胁 领馆处在八月份 吸手野鸟协会合作办理 任世杀士变色系的课程 邀请民众从任世到捕捉 一同加入侦查除稀保育生态的行列 八月一号呢 处里面有开课 让民众来上课 然后让大家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说 沙士变色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 它为什么会危害到我们的生态 那除了这个认识它之外呢 会有一个通报的机制 它会知道说应该通报到领馆处 通报到县政府 那之后呢 我们相关单位呢 就会派人去做移除的工作 野鸟协会也强调 沙士变色系的数量 如果没有受到控制 就会成为野外的优势物种 届时要移除恐怕很困难 而现在移除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采橡皮机弹射 民众如果不敢杀身 发现他们建议先通报领馆处 会有专人前往移除 谢谢徐利奇 新年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